市值先爛掉嘛 市值爛掉的話 果農會找誰算帳啊 還會找蔡英文 還是找你劉縣長 果農有幾票嘛 就這麼簡單的事情啊 怎麼辦 既然這樣不愛惜我們的農民 那我們農民險他幹什麼 連這樣那麼簡單的事情 就不能夠來照顧我們農民 那我們農民要嫌你幹什麼 我們嫌的總統 是希望能夠來照顧我們農民 讓我們百姓過一個安居樂業的生活 並不是嫌棋來照他我們啊 嫌棋你來當總統 你又來欺負我們農民 那我們絕對受不了了啊 我們難道我們農民不會自決嗎 是 這是我們看到 劉縣長這兩天請到創下 我們稍微請到苗栗很多鄉親 那這個事情大家會覺得說 縣長這樣子大家 果農真的會跟這個縣長一起要北上 把這個很堅強的意志 要求只是一個討個公道 還是說大家發發牢騷就算了 認了 倒霉了 其實劉縣長剛剛講說 果農會不會自決 果農會自決 但是今天關鍵民進黨 為什麼吃定了這件事情 果農自決之後 但是他們真的是 台灣社會最悲哀的一群人 他們沒有能力上來 我講白了 為什麼 就剛剛講的 現在他要顧著啊 晚上他們多少 我認識的果農 他們在公寮裡面沒下來的啊 晚上這個四點摘完之後 晚上要去洗 要去清 他們是住在公寮裡面的 怎麼可能跟你下來 這個民進黨就吃這個 所以這個時候呢 不是講說 如果要讓民進黨知道之後 這件事情不是只是柿子 不是只有四龍 而是是非 所以要抗爭的話 不能是說只是要期待這些果農 要讓民進黨得到教訓 就要把它變成是一個 全面的道德良知的社會運動 所以如果是縣長你一個人 你只是號召果農 那你會失敗 你要讓全世界知道 讓全台灣知道 蔡英文是沒拿到權力就無力去安裝 這樣的是非問題 要讓全民成為一個社會運動 如果你要帶果農來 我真的講他們撐不久的啦 而且是委屈了他們啦 是 無是無非 台灣社會已經是如此了 你怎麼樣講我都沒有關係啊 我們也聽一點這個苗栗很多鄉親 大家認為縣長講的話是真的能做到 還是根本到最後也只有摸摸鼻子刃的算了 因為蔡英文很直接聊到 你們果農有幾票 請說 我是苗栗縣南莊鄉入場的市農 其實長期以來 政府並不是沒有在照顧 我們農業的一個產銷 就像我們苗栗縣政府在 市紙準備要盛產的之前 召集相關的農會跟主辦單位 來做一個討論 所以我們南莊的田市啊 就是沒有運銷的問題 所以在我們市場附近 批建一個銷售點 我們完全直銷 所以我們的售價 我們的零售價就是批發價 我們的批發價就是產地價 所以我們的田市 從30塊到120塊都有 我今天看到了我們民進黨夾暴的一些文仙 他把所有的農產品的價格 幾乎從1塊到6塊 真的是践踏我們台灣的農業 尤其台灣在世界 我們要把我們2塊以上的售價的差額 你民進黨政府補助給我們 這樣子才可以買得到2塊的田市 所以真的不要再拗了 讓我們農民恢復信心啊 讓所有的消費者能夠快樂的到消費市場來 謝謝 這位先生啊 你要談的想要呼籲的 是一個負責任的 是一個有良知的政黨或者是政治人物 我現在跟你講什麼的 這整頁你剛剛自己說的 這一整頁基本上都是1塊錢2塊錢 台灣農業就會垮掉的 這可能是有局部非常少數極端的 但如果每次都是用這種形態來出現的話 真正傷害的是誰啊 你說什麼全台灣的農民都受了傷害 我管你什麼東西啊 還是一樣的 現場還有哪位有話要說 你果農有多少選票 你農民有多少選票 還有哪位請說 讓我講幾句話 這個大家都在說沒有2塊錢的市值 我告訴大家2塊錢的市值太多了 台灣全省都有 怎麼講 等就是總統選舉的大市場裡面 就要2塊錢的市值 沒有總統選舉的市場 就沒有2塊錢的市值 這就是民進黨成功的這個原因 為了他就放一個話 就可以讓 就可以讓全國的這個政府官員 農民呢 跳腳 這個就是政府要檢討 價錢呢 是由市場 公息來決定 那麼政府呢 也要拿出司法的機制 但是誰在放發有沒有遺跡 政府呢要拿出你的司法機制來處理 不是天天在吵吵鬧鬧 要抗爭 要什麼這個都不是正確的方式 這這位先生講的說 台灣呢 都是一直在沉淪下去 這台灣 這位先生講的也很對啊 老是吵吵鬧鬧 可是台灣民眾如果我們講是非的話 不會一二再再二三發生這種事情 如果台灣講是非每一件事情 知道誰在搞鬼 誰在那邊造假 譴責他 用選票來制裁他 不會有這種事情 現在之所以會如此 無所謂 無是無非 有恥無恐啊 我欺負你 我騙你 怎麼樣呢 我照樣可以當選 我準備已經勝選了 對 陶哥我覺得剛剛這個 你讓我們看蔡主席 因為我前面讓觀眾朋友看了這個 這是我引用中央社的稿子 所以我是沒有聽到蔡英文講話 可是陶哥你剛剛播那個影音檔 其實我看得很難過 觀眾朋友你可以比較一下 今天馬總統去這個東四 就是我們昨天前線上的地方 買了5000公斤 你可以講 總統才買5000公斤沒關係 國民黨我們繼續監督他 馬英九我就去國民黨 我們看剛剛劉振宏縣長 他把果農當什麼 當自己人 劉振宏重視之外不重視 他他把他當自己人 蔡英文有把果農當自己人嗎 我問大家 你看我希望陶哥待會再播一遍 你會不會覺得蔡英文很冷靜 蔡英文這個不是WTO 也不是GATT 我們是自己人的 你寫錯字很酷 後面還有你不要急 他的冷漠 很冷漠 他跟他講的事情 跟他無關你知道嗎 這個我們文宣照片 所以觀眾朋友 這是創下兄應該想看到的 其實真的是人血 搞我沒關係 我家住洋民山我開門路的 你們政產的 政水果的 把你們商品用到而已 你們在愛什麼 那個潛台詞是什麼 干我什麼事 就文宣人員 文宣人員不是我 我是千金大小姐 我是要當總統的人 我已經準備要跟馬英九交接 我就要贏 你是在愛什麼 他這個冷血的那個眼神 他那個講話 那個態度 他跟我說實在話 你真的要選我們的總統嗎 真的跟你無關嗎 都不是你民進黨幹的嗎 他就說我們弄錯了 政府後面再把馬英九罵一頓 我也沒什麼意見 所以鄉親 他的態度是這件的 是冷血這種冷漠 那個不叫冷靜 那個不能叫冷靜了 我的結論是怎麼樣 他沒有把我們當自己人 你看這兩天 高一年 韜哥是不是都叫你一句 叫你韜哥 他見過你不要見過你 八竿子都看著李韜看很久的 可是他把你當自己人 所以他要求你什麼 你要主持公道 很莫名其妙變成韜哥有責任說 我們大家都著急 變成這樣子 可是蔡英文有把果農當自己人嗎 我請所有的家農民朋友 你們自己想一想 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任何一個人說拿這個筆 整個的這個文宣 這個錯誤的文宣對照一下 這是這個 不是這個 然後你每天在那邊凹 但問題你剛剛講的說那個冷血 我們再讓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蔡英文主席講的 因為所有人 今天只要台灣有一點良知的人 都說這個不應該讓果農 這麼辛苦的一整年七八個月 血本無歸還人家一個公道 但是 輝文剛剛指出來 大家看一下 這位政治人物是用什麼樣的態度來講 這個農業的議題 其實不是這幾天發生了 是這幾個月以來都有生產過剩的問題 反映出來 台灣的農業是真的在這部分 是有一些我們必須要面對的嚴肅的議題 那麼 或許在我們的選舉過程中 這個文宣的人員 他要凸顯這個問題 用了一些圖片 那麼他也用這些圖片來示意 就是說這是代表的是哪一種水果 那麼如果說在這個使用這些圖片的過程中 造成有一些誤解的話 那我倒是覺得很遺憾 那麼但是我們… 很遺憾 這個剛才講的說若無其事 任何一個人都會很著急的 如果你不要說是在選總統 一個有良知有良心的人 就搞著這樣子的一個大烏龍 我怎麼對得起這些農民 那麼農民我在講這個同時 我不會說這是遺憾的 我會說請所有社會大眾 不要因為我們這個政黨搞的錯誤的文宣 受到把大家給誤導 這是錯誤的 大家要知道這個真實的價格最便宜 也是幾十塊最高檔的要上百塊 這樣子解釋一下 那那種召集你是負責任的 你是人力己膩的心態 何況你是始作勇者整個搞錯了 各位 我覺得蔡主席這個說法 會不會把他批 用三等批他一點都不冤枉 就是這三等 那個照片當然是示意 但是背後什麼 要引導人民會錯意 照片只是視覺 看不到 但是背後的心態是要讓你會錯意 這種會錯意 引導人民會錯意的心態 才是今天這問子的本質 台灣人常講說 我們是一個慎容的社會 那很奇怪 善良的社會為什麼老選出這種 吃乾 媽淨 還要打包帶回去的人 我想不通 台灣不是一個善良的社會 台灣是一個盲目的社會 台灣是一個是非不分的社會 台灣是一個壞人 永遠佔好人便宜的社會 如果每一個台灣人都認為說 我剛才講那三個東西 都是事實存在的話 你就讓他去 你就讓他去 這個國家不用中國人來招待 不用什麼人來招待 我們自己就招待就好了 我再提醒一下民進黨 不要再拗了 今天民進黨的文宣部隊 你在網路上開始寫這篇 他說 果農心事 媽總統都不知道 那裡面就噼哩啪罵了 罵了一堆 什麼兩塊幾塊 講幾片 那還附圖文 你看 水池一塊 還有文官長去提供 股價單位 有要買到兩塊 裡面有個論述又開始 又把中國人拉進來 又開始了 他說就是因為 這個我們對中國大陸的農產品 那個市場開放太多 造成我們的什麼 全面水果價格的崩跌 誰開放的 陳水扁開放的 台灣對中國農產品 就是陳前總統開放的 馬英九到現在有沒有開放一個 意象都沒有 他不敢開放 你這麼高的價格 也要去賺什麼 去問這裡斷水扁 你是開放在幹什麼 這糕 菜刀 什麼在亂打 我們過去就用一個簡單的 行銷學的觀念 來跟社會大眾溝通 這問題不只是兩塊錢的問題 是以後市值在台灣 沒有市場的問題 這是超加滅足 我們過去常講說行銷是什麼 行銷就是企業 讓我們自己所消費的東西 變得挑剔的過程 如果民進黨真的有心 幫農民行銷水果 幫台灣的農民行銷水果的話 你要讓消費者 對他所消費的水果 越來越挑剔 好家 還要更好家 但是他今天不是挑剔的過程 把它變成什麼 糟蹋的過程 這樣就要買五塊 我們創營問說兩塊就要買這樣 你在反行銷 這種嘴巴愛台灣 骨子裡什麼 在害台灣的手段 台灣人務必看清楚 這個再看不清楚沒救 是 務必看清楚 現在問題就是台灣無是無非已久 這個事情真的看清楚了嗎 我們稍後再聽各地方的民眾 尤其在苗栗現場 還有這個劉縣長 你果農到底有幾票 我們稍後回來